這款遊戲呢,我看到評論說還蠻虐人的 至於是虐什麼我就不清楚啦 心靈上的虐呢,還是... 還是肉體上的虐 我們大概玩一玩就知道了 陳幾何時遇到了... 不行耶 真的會擋到耶 我還是不要開視訊好不好,你們覺得 我還是不要開視訊啦 把...把視訊關掉啦 抱歉了 就這樣 陳幾何時遇到困難的人們 會在這個房子裡面 前排排起長隊 需要能得到解決他們麻煩的方法 但如今這裡卻變成門可羅雀 沒有人了 福士德在那所房間裡 醒來,他渾身散抖 失去因為痛苦而飄忽不定 他試圖... 挽回...啊... 試圖回想自己的過去 想搞清楚自己在哪裡 一切非常的模糊 在困惑中 他認出了那些屬於自己的作品 然而 他們看起來全是風言風語 為了尋找答案 他決定去探索這個... 這所宇宙不同的房子 是怎樣 這個人是醒來忘記自己是誰啦 隨著煉金素原料的強烈氣味 開始充斥整個房間 他的頭痛也更加俱立 周圍的霧景看起來很眼熟 但... 但當他要思考的時候 同學痛得起來是誰瞇我啊 你如果視訊放左上角是不是 你會看到一個... 一個人類飄在半空中 有沒有 有沒有看我飄在... 我飄在半空中了有沒有 啊... 你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嗎 啊...還是我要放在這裡 啊... 全程我就放中間好了 你們就不用看遊戲畫面了好不好 這樣行不行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有人說這款是神作 啊... 啊... 不然怎麼看 還是視訊你要怎麼擺 啊... 視訊... 我看一下喔 啊... 還是視訊你要這樣子 顛倒的也是可以 啊... 我們視訊就這樣開好了啦 好不好 你們就這樣子好不好 這樣行不行 有點不太想用耶 所以說還是把視訊關掉 好不好 我們就看遊戲畫面就好了 好 要怎麼製造女兒喔 我們先來玩下去就知道了 好不好 好... 我們開始吧 隨著練金術的強烈氣味開始衝刺整個房間 他的頭更加劇烈了 周圍的物警看起來很眼熟 但當他要思考的時候更加頭疼 這我剛剛講過了齁 他腳步停在這個...這個... 一扇門前 門後是漆黑漆片的房間 隨著他的好奇心逐漸增長 他發現自己的痛苦 他發現自己的...的痛苦 多一個字 也開始消失了 他小心翼翼地推開門 走了進去 這還有故事捏齁 我覺得自己似乎在這裡待了很久 這還有什麼 1146年4月週一 我做10塊錢 這氣味 這房間的木頭質感 我這是在哪 為什麼我記不得了 等等 那裡坐著一個人嗎 你好你是誰 喔天啊 他的臉是多麼的蒼白 他...他一定是死了 但是...他的...他的皮膚肌肉仍完好無損耶 還有他的臉...他... It's my... it's my... 英文怎麼唸啊 It's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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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 他是我的女兒 喔... Sister...Sister... 欸不錯耶 Sister是姊姊 姊妹的意思耶 但他看起來長大了 他怎麼會什麼都不記得 卻自己記得自己的女兒啊 這難道真的是他...阿莉亞 啊...我什麼都想不起來了 如果他真的是我女兒 我不能做事...對他做事不管 我必須找出真相 我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喔...我女兒居然這樣有點...有點... 有點... 風雲啦 胖胖的 胖胖的 胖胖的女兒 我不忍心看著你這樣 我盡快讓你恢復原狀的 阿我要怎麼做 這地方肯定能找到一些線索 這是什麼 MAGIC 這是一個靈魂之球 他可以隨便講 他...他什麼事情都不記得了 但是他卻知道這是一顆靈魂之球 阿我也可以說他是一個混沌湯阿 一個混沌 在空中飄 我也可以說他是一顆茶葉蛋 剛打破的茶葉蛋 是不是 你不要再中二了這位大哥 你說是靈魂之球就是靈魂之球阿 我也可以說他是一個... 半分熟的蛋阿 是不是 這只有經驗豐富的煉金術才能做到 但這是一種競術 等等 莫非這是我女兒的靈魂 那快吃掉感覺好好吃阿 因為巨群需要他恢復記憶 難道有人把他的靈魂記錄在這個球體裡面 蛤 這意味著 我還需要 我還有機會讓他起死回生 我要救我的女兒 等等 這個靈魂之球看起來很黯淡 感覺 不新鮮 還是不要吃掉好了 我的時間不多啦 我需要加強這個靈魂 我必須餵養這個靈魂 嗯 也許我可以利用之前的那些材料 來製作合成人 並用他來餵養這個靈魂 這樣才能練成一個合成人 練金術師等價交換是吧 我從未做過 但為什麼我有這種熟悉的感覺 好吧 我覺得需要先做一個裂層陣 還真的是練金術師阿 但是 是哪一種裂層陣呢 喔不 為什麼我都想不起來了 我需要尋找一些線索 這些論文 這堆書裡也許有我要的東西 書 這個嗎 書 等等 這本書 讓我想起了什麼 我能感覺到其中的魔力 好中二喔 所以要找賢子指使阿 差不多吧 欸BGM會不會太大聲 太大聲跟我講一下 我可以調整一下 讓我看看 聽話 讓我看看 喔原來是練成陣阿 抱歉抱歉 還真的要找賢者指使阿 沒錯就是他了 這本書裡面有我要的答案 一位經驗豐富的煉金術師 以前肯定住在這裡 阿你不就是嗎 不 後面的頁面太模糊了 已經看不清了 至少第一頁還能看得清楚 他一定是被魔法修復過 沒關係 我會利用我的實驗筆 來補齊這本書的 現在開始動手吧 阿是要動什麼啦 好 沒關係 合成人耶 看沒有東西 村民耶 沒有東西 好 到後來要慢慢補齊 你看那個字上面還有一點點那個筆跡有沒有 哇還蠻酷的喔 等等會不會找到一些無關係的東西 然後又說我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了 原來我是實況主 超跳動的有沒有 那我現在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 練成陣 好等一下 嗯 陳列看起來沒有錯 我覺得 練成實驗是可以繼續進行 是時候做一些嘗試 希望他成功吧 我要把這些 木材原料放在圈內 然後 將材料放在這個圈內 可以召喚一個合成人 上面這個三個圈 上面這個三個圈 當三種材料已經就位後 通過點擊一圈來召喚一個合成人 喔 喔 欸那個字會不會太小啦 我調整一下喔 喔這樣應該可以了 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老頭要不要用剛剛的日記本 慢慢讀出每個字 不要了看不清楚啊 看不 好 好了 我們現在有這些材料 三個木頭 木材低級 一種低級的材料 很容易 在附近的森林獲取到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看另外一個 啊算了看一下這個 欸怎麼不給我點這個啊 啊新手教學喔 好吧 新手教學 練出了樹木人 那你 咦 樹 等級1 悲傷 不久 我就能救活他了 哇他有生命了欸 要叫什麼名字 欸給你們取好不好 雷貓 拇指姑娘 平兄妹 一首歌的時間 超齡老母 好 決定了 觀眾講的不是我啊 哈哈 我成功啦 難以置信啊 真的難以置信 我做到啦 好吧 我需要集中注意力 這僅僅是第一步 現在我需要一個地方來安置這個合成人 嗯有很多個房間 房間都是空的 有足夠的空間 來進行餵養我的女兒靈魂的儀式 我需要犧牲掉這個生物 放這個嗎 超齡老母 哈哈哈哈 好 可以 我必須殺了這個合成人 然後將他的精髓餵給我女兒的靈魂 啥 欸他們有生命欸 你好 欸他們 他們就是被煉成合成人之後就會有生命 然後這些人 這些合成人真的栩栩如生 所以說 你會對這些合成人產生感情 所以說我要對他做什麼 獻祭嗎 等等為什麼 放過他 呃 呃 真的要這樣子搞嗎 必須殺了他 把他製造出來 然後再把他給殺掉 剛出生就要被被砍了 好像只能這麼做欸 沒別的選擇欸 超齡老母 掰掰了 呃 呃 由於他是一棵樹 他就這麼被砍成了幾塊木頭 並用來做成木材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這遊戲會胃痛了啦 好不好 悲傷親和性佳麟 獲得成一木材 欸 什麼 這對靈魂沒有任何效果 但是 這是為什麼呢 喔 該死的 這沒有用 我只 我只得到了一些殘渣 似乎還缺了什麼 我一定要搞清楚 到底哪裡錯了 該死的 在我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之前 讓我再召喚一個合成人 又要再召喚出來了 第一集的黏土 再用黏土召喚出來 幸好爹爹沒取我的名字 泥 憤怒的泥 不久 我就能救活他了 欸他這個還可以這樣子點 取什麼名字 臭臭泥 好 這些這些合成人必須擁有人類類似的情感才行 我必須想辦法給予他們人類的親和性 這樣他們才能成長 讓他們進入社會似乎是個不錯的方法 所以說我就是要把這些合成人 培養感情 培養完之後為了救真正自己的女兒 然後之後培養完感情再把它給殺掉 有那個人性的靈魂才可以餵給女兒吃 難怪這個遊戲會說是虐人 嗯 他很生氣 現在的他是非常的憤怒就叫我走開 停下來 什麼 停下來 不想理我這樣子 他喜歡什麼沒有跟我講 那我必須怎麼做 現在我該去找個最近的村莊 唉唷 我們現在已經有更多的選項了 外出 我們外出看一下好了 你會離開一個星期 也太遠了吧 有些 去一個城鎮要一個禮拜喔 巧克力糖 上火的人很愛吃 我為什麼會莫名其妙多巧克力糖 我們剛剛合成了一個木頭嗎 一顆能說 一顆能說會到的漂亮樹 這個什麼字啊 這文法怪怪的 好我們外出 喜怒哀樂是個屬性合成人 絕對胃痛到爆炸 哇這是哪我怎麼會在這裡 該死的我不能分心 我聽到有人在說話 山下有一個小村莊我該去看看 你不是福士德嗎 之前去哪了 難道又回歸老本行了嗎 他認識我 這怎麼可能 什麼老本行 等等我的職業是什麼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似乎是個煉金術師 他是我的客戶 好吧我就是福士德 有何貴幹啊 太好了你真的又開工了 你知道我的丈夫總是讓我做一些我討厭的事情 我想你的那些生物也許能替我做事 我會給你一些金子作為回報的 我的生物 什麼生物 合成人嗎 這不可能啊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們 他一定是在說別的東西 但是我能利用合成人進行工作來吸收人類的親和性 而且我也確實需要一點錢 所以他一開始要利用我們的黏土妹妹 沒問題我應該可以幫到你 謝謝 你的生物一定很有用的 我的計畫不會出錯吧 所以我該怎麼做啊 工作 小心翼翼的助手 一天十金幣 工作三天 親和性 恐懼 獲得經驗 一天十五經驗值 我不需要無所畏懼的人 這樣的人會什麼 魯莽行事 你沒有那種心存敬畏的人嗎 把他拍過去好了 告他憤怒啊 去這裡嗎 你是認真的嗎 我把他帶過去了 我們的黏土妹妹 感覺這主角心有點問題 他好像失去記憶了耶 他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耶 感情減二十二 我好像沒有進度條 會告訴你過了一天這樣子 我可以加速耶 週末之前還有一些時間 我想我用合成人做點事情吧 看來合成人需要一個兼龍的 親和性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他的能力 所以我該怎麼做 這個地方看起來挺適合高溫的生物 比如說這個合成人 他在這裡應該會幹的很出色 這也意味著他可以更好的吸收親和性 憤怒 所以說對應到他的憤怒對憤怒 他可以提升更好的那個親和性就對了 剛好憤怒對憤怒嘛對不對 等級一 感情是 感情一百九了 然後這邊可以調整時間的速度 他說我就是喜歡做這種事情啦 好 那夫妻的感情是怎樣 感情會扣還是家啊 看不懂耶 我們獲得九十五塊金幣 福之之安安 我要一個女兒喔 好啊 我們現在正在養 第二週 福士德躺在床上 腦海裡 煩惱了這兩個問題 他怎麼什麼都記不得 為什麼會都記不得 而且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在為這些村民做了些什麼 這些充滿憂慮的思緒 似乎徹底之長在那本魔法書裡頭 哇 多可怕的惡夢啊 我夢到我的妻子和女兒 因為艱辛的生活而在受苦 還好這僅僅是一個可怕的惡夢 我是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的 但是 如果那女兒真的是我的女兒 啊你不是說那是你的女兒 現在又在疑問說是不是我的女兒 你是有精神分裂症嗎大哥 大哥你有精神分裂症喔 我的妻子在哪裡要跑去哪了 我要尋找她嗎 我盡快解決靈魂的問題 然後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那本書在發光 發光了 這是什麼 我確信這些文字看起來和上次不一樣了 居然變了 這個故事讀起來是成相似 等等那個人是我 這故事在講述的是我 喔 沒錯我想起來了 這是本魔法書 也許 他能夠幫我解開這個謎團 該死的我的藥水沒有失敗 可他們仍然認為他很危險 他們怎麼能在沒有測試的情況下 就做出這種判決呢 他們甚至沒有給我任何解釋的機會 他們竟然還解雇了我 將我們全家從首都馬哈爾族出 迫使我們搬到可怕的這個 什麼 薩拉赫村 這太令人憤慨了 這村子充滿滿是土匪 暴徒 各種低沉的渣 低沉的渣 好我知道了 感覺就是他的實驗大家不採用 然後就把他趕出去這樣子 我的合成人今天有些奇怪 我跟他檢查一下他的狀況 去看一下他 我應該像對待小孩子那樣對待他 我需要讓他很高興 這樣他們就會努力為我工作了 昨天我在屋內發現了一些巧克力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喜歡 唉唷 小妹妹 聽說你很喜歡吃巧克力糖喔 唉唷 你讓我開心老頭 謝謝 謝謝 我還要更多 給我更多 好喔 喔 如我所料他接受禮物了 我應該可以從鎮上買到更多的禮物 不過我不能把禮物放置在靈魂室附近 因為靈魂失誤厭惡任何具有親和性的物體 恩 不過我也許可以利用這種屬性 好 可以直接講話 我好兇喔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閉嘴是吧 老蠢貨 好 我給你巧克力 你還這樣對我啊 好 算了 你給我走 你就不能對我好一點嗎 我給你吃巧克力耶 好 還有個問號 這是什麼味道 從哪裡飄過來的 是從身體裡發出來的嗎 喔 是他正在腐化啊 我該怎麼辦 應該去村裡或許可以得到幫助 我們的女兒阿莉亞正在腐化當中 我們去外出看一下有沒有辦法解決腐爛的問題 這裡肯定會有書店 一定有什麼東西能夠用來保存衣服的貨物 這裡嗎 你好啊 年輕人 親愛的 親愛的 看來傳聞是真的阿 我的忠誠的客戶竟然起死回生了對不對 蛤 什麼 我死了 這就是原因嗎 我失去的記憶是因為我死了 你是怎麼認識我的 你的記憶力減退了 我猜的是沒錯的話 不要擔心 我就是認識你 跳過這些廢話談正式吧如何 你需要什麼老朋友 我需要為我的 該死我不能告訴別人我女兒死了 合成人 為什麼他還知道 是的 我的合成人 我需要保存他們的身體 那麼你算是來對地方的老朋友 我正好有你需要的東西 他既不是針對合成人的 也不是針對動物而準備的 而是給人類用的 什麼 那什麼字 用的 然後一個拉長號這樣子 比如死掉的村民 你知道的 只有在滿月才能埋葬他們 但滿月只能在每個月的第四周出現 如果有村民死的不是時候 我就用他來保存屍體 已經存積了一個月 誒 一段時間了 我要買這什麼多少錢 不會很貴阿朋友 我甚至可以白送你一個 還會附上一些召喚材料 你要重新 重新什麼 出山了 出土了是不是 這對咱們的生意很有利阿 感謝你的慷慨 不必客氣我的老朋友 請務必再次光臨 不管是防腐藥膏還是其他材料 我隨時為你準備 我相信 你應該會需要更多的 我親愛的老朋友 他為什麼一直叫我老朋友 我甚至不認識他 他根本就失憶阿 當然不會認識阿 死定的遊戲阿 死定的遊戲阿 對阿死定的遊戲阿 他是賣毒蘋果老婆婆嗎 看起來不像耶 我覺得他這個臉還蠻慈祥的 但他似乎很了解我 他連召喚合成的事情都知道 管他的至少他能幫我解決問題 而且是免費的 就這個嗎 不用錢耶 好爽阿 還要等送到不能立即購買 是不是 趁我正在 正好在正直上 我可以看一下何成人去做一些工作 何成人做 何成人他不是喜歡做這個憤怒的工作嗎 恐懼不適合他 喜悅不適合他 悲傷 悲傷 憤怒 兩天 三天 我們做一下這個好了 幹的漂亮老頭 我喜歡這裡 呵呵呵 好笑喔 所以說我們合成人也可以好幾個阿 我們不一定只要一個合成人而已阿 我們不一定只要一個合成人而已阿 嘿嘿嘿你好 哈囉 這些流氓騙子 怎麼也會驗了 多虧了我 這真的要在這裡維護 你弄啥 再讓他工作一點 阿哈 這個地方不錯喔 我喜歡這個地方 我們要加速一下好了 讓他多賺一點錢 哇 第三周了 喔送了黏土跟一塊肉 店主幫我送來了 現在我有了防腐藥膏 我必須將他用在我女兒的身體上 否則 他的身體在靈魂準備好之前就會滅亡 剩餘一個防腐劑 你怎麼會遭到如此悲慘的命運 我是如此的想念你 真的 再忍耐一會兒我的孩子 爸爸會帶你回家的 噢 這是他的那個保鮮度阿 只能讓他的身體保持新鮮 他剛剛有在扣嘛 腐朽度如果歸零他應該就爛掉 就沒辦法再讓他復活了 那本書又發光了 嗯 靈魂注入儀式 啊 這是一種將靈魂注入到身體的流程 難道是 這就是用來復活阿莉亞的方法啊 沒錯 我還有希望 我應該仔細研究這個流程 看來這個儀式呢 只能在滿月下進行 第四周嘛 他說在第四周的時候可以埋葬 埋葬死人 跟這有沒有關係阿 我會確保記住這一點的 不可犯半點錯誤 滿月的時候可以用這個儀式 救活自己的女兒 滿月就要來臨了 那麼快阿 我必須快點養育他的靈魂 我需要用從那個奇怪的店主那 得到一些材料製造合成人 所以說我是還要再出去一次就對了 第一集的肉 我們現在剛好可以各放三個看 會不會合成出什麼東西來 合成了一個奇怪的人 不好他的身體怎麼了 既脆弱又殘缺 阿我想起來了 我絕不該用三個不同的成分來製作合成人 否則我將會得到一個劣質品 就像他一樣 他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我懷疑他無法像一個正常合成人那樣工作 那怎麼辦 留著他嗎 叫什麼名字 這什麼遊戲阿 一個養女兒的遊戲 把老木叫回來 養小孩 哼哼哼 將死之人 隨便亂講的 叫飛物 叫黑白熊 叫那那餓 叫邊緣人 叫砲灰 啊叫 叫那個啦 叫肥料 叫肥料 叫肥料好了 安置在第二個門 廁所房間裡的很多房間太破了 無法將合成人安置在那些房間裡面 使用他們之前我得修好他們 我確定我所謂的那些老朋友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而且雖然我也希望他能免費訪我 不然這是肯定要付錢的 為了我的女兒 要出門再多賺一點 欸 給我一封信欸 一個合成人在門下放了一封信 我應該在日記裡面記錄下來 你好爸爸 有一些村民不喜歡我 他們在我背後說我髒 那時他們隔得不遠 這是在刻意讓我們聽到他們的閒話 他們想傷害我 但是我不在乎他們 只有你關心我爸爸 臭臭你這樣跟我講欸 欸啊你寄信給我你現在又罵我是怎樣 你這麼兇喔 你想花時間陪臭臭你嗎 每天只能做一次 怎麼我不敢相信你既然贏了下次我一定會打敗你的 那這樣會增加感情嗎 我這樣不會欸 我看一下這個 爛肥料 是 你真的是我父親嗎 陪他一下好了 欸 只能一次喔 不是每一個各一次這樣子喔 好吧 那我們現在準備外出了讓他在工作一下順便去商店 下一個叫小淘氣 喔有人走過來了 欸福士德先生 你有 質量上層的黏土嗎 這裡通常只有你有這種東西 上層的黏土 我憑什麼會有這種東西啊 恩 我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我怎麼知道 有時候只有你才會有上好的材料 你會把他們賣給我們其他的村民 我記得當一個合成人死亡時他會留下中等或高級的材料 當然我沒有必要等到他死 我可以殺死一些來獲得材料 恩好啊 我想我能搞到這些 但是這價格可不匪啊 我的工作迫切需要他我不在乎價格 聽著 我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所以 請你一定要交付給我 否則我妻子會殺了我 他很有錢啊 這是天是良機啊 我的眼睛要插亮 多找一些這些機會啊 不過我最好小心息事 不要交貨超死 否則村民一定會對我失去信任 不用擔心我會馬上準備好的 哇我要把我們的捏 臭臭泥給殺了 中等的 哇 好了他走了 我回家之後會搞定他的需求 我應該讓這合成人增點錢並提高他們的親和性 我們臭臭泥 等級還蠻高的說 一個是憤怒 一個是悲傷 這是悲傷嘛 讓他賺一點錢好了 臭臭泥 不 好黑暗的遊戲喔 真的 欸 叫著我們是不是有成功賺了錢 我們再讓他多賺一點錢啊 賺完了之後呢 賺 賺 賺保賺滿再把他殺了 好不好 你們說這樣好不好 這周的收入 合成人從村民得到那些親和性 他們確實成長了 我想是時候進行獻祭儀式了 希望這次能令人滿意 我的女兒們 我喜歡讀書 但這裡所有的書都關於科學好無聊 希望有一本小說喔 這是我要的材料嗎 等一下 這是我要的上層泥土嗎 好像只能選擇他耶 幹什麼我真的只能把他砍掉喔 跟你玩一下 也沒有增加什麼啊 狀態加5% 抱歉了 啊 他是我創作工最噁心的作品了 他決定 把他帶到後院 把他關在蜜蜂的容器裡面 他被困在那裡 直到 雨把他沖刷浮化 好我就這樣死了 臭臭你走了耶 喔 獲得了 中等的黏土油了 比上次獻祭順利多了 我不僅 設法刺激了我女兒的靈魂 我也得到了更好的召喚材料 我挺走運的 看來我正好得到村民料的那個黏土 我應該把這個黏土 和其他的材料分離 這樣我就不會不小心用到進行召喚了 這個這個還是有他的利用價值 所以說我們去這個任務可以接受 直接給他嘛 我獲得兩百塊了 直接這樣子我材料就不會搞混了這樣子 我只需要在下次出門時收款 的時候帶給那個村民就行了 原來如此 等等 今晚可是滿月啊 今晚是我注入 儀式的唯一機會 我必須放手一搏 我必須把靈魂注入在我女兒的身體裡 喔 注入 球體 他正在閃閃發光 喔天神啊 請幫幫我指引我復活我可愛的女兒吧 為了不讓女兒的身體腐壞 浮士德必須在腐壞度最大之前 給女兒抹這個 防腐藥膏 然後 就是用這個方式磨這樣子 浮士德可以在每個月的第四個星期 嘗試注入女兒的靈魂 就是周四嘛 周四的時候才可以做這種事情 確定 準備照顧黑暗大把師了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復生合體 映春雨 阿彌陀丸 貿嘟育魂之劍 一次結束了 但似乎沒有什麼變化 他身體還是僵硬 正當福士德開始失去希望時 他的手指抽動了一下 福士德信心從...信心從...信心從懶 他買還期待著等待著 啊 嗯...抽動了一下這樣子 過了一會兒,他手指又停止了移動 身體又恢復了僵直 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福士德很失望 呆住了,不敢相信這一切的事情 福士德認為 認為...認為這個實驗失敗了 並從他身體中萃取了靈魂 並將他放回靈魂式 哇,還可以這樣子拿了又放,拿了又放喔 這麼屌喔 終於進去了 我失敗了 不不不,這不可能 我拒絕相信 我看到他手指動了,但是為什麼他沒有醒來 我弱掉了什麼 我還有什麼沒有做到的 書中提到的關於尋找清和性的平衡點的事情 一定是他的 靈魂之所以還沒準備好 是因為還缺少了一些必要的清和性 我必須要振作 不能因為一個挫折 就自怨自愛 沒事這樣念嘛 自...自憶自憐吧 我必須 為更多實驗做準備 實驗給福士德要完成的下一個目標提供了線索 他還不知道 但他的實驗將帶來意想不到的歧視 不久 他將會發現自己的命運 好像那個... 聖竹爐在講話喔 抑或是自己的命運 如此的悲慘 但萬萬沒想到 這樣就開啟了 他之後的命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隨便亂講 抱歉 我看一下 剛剛是開錯台嗎 沒有錯阿 我剛剛不小心按到Twitch台了 抱歉 I'm sorry 我不小心按到Twitch的直播台了 馬上把它關掉 我們這組想做防塔遊戲 你會有興趣嗎 防塔喔 你要給我看遊戲畫面阿 我就知道我有沒有興趣阿 這什麼東西阿 這個先禁言阿 好 我們繼續阿 當一個有親和性的物品靠近時 靈魂失誤會活躍起來 當給靈魂一個具有親和性的這個 效果的物品時 靈魂相應的親和性就會降低 蛤 當我找到我女兒需要的 準確的親和性組合時 這肯定會有價值 有點看不太懂耶 這是靈魂的親和性視窗 需要實驗才能確認最符合 俯視得女兒的親和性 獻祭合成能可以提高親和度 如果注入儀式失敗 親和度將會重置 蛤 還會重置阿 在靈魂室中燃燒的禮物 可以減低靈魂所對應的親和素質 什麼意思阿 現在他的這個親和性 喜悅悲傷憤怒恐懼都是0阿 那我是能燒什麼阿 喔 可能就是說到達一個你覺得可以讓他復活的程度之後 試試看如果失敗就重置是吧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來我們來召喚一下三塊鐵可以做什麼東西 你是誰 金鋼八筆 細 沒細 你要叫什麼名字阿 金屬妹妹 嘿嘿嘿嘿嘿 把它放在1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金屬妹妹是屬於什麼 滾出去 哇這金屬妹妹那麼兇阿 我們就兩塊肉一個木頭看可以合什麼 變成老鼠了 鼠妹妹 要叫什麼名字 艾維亞 阿 戰錘2 戰錘 哈哈哈哈 看著那封信感覺罪惡好高喔 他就是要故意讓你有罪惡感阿 他就是要故意讓你對這個合成人有感情 但是你又不得不把他幹掉 受控表示賽高 金屬妹妹是很好的材料來源 我知道可是就 讓他的 讓他的那個 親和性高一點 我們再把他砍掉嘛 好不好 屬孩子 好屬孩子 屬妹好了 我們就要屬妹 我們看一下屬妹放在第三個位置 你好 你需要什麼 我什麼都不需要 還是說我們就很一般的先慢慢的農 農出終極材料再一次和一個終極的 終極的合成人 這樣子應該也不錯吧 比如說兩塊D級木頭阿 然後一塊D級的鐵 好看一下這誰 哎喲 這個合成好恐怖喔 好 雞拉 應該倒過來念才對吧 抱歉 求求你了 別砍他 我會哭 好看一下這合什麼 殭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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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殭屍妹妹 好我們取的名字 非常的菜市場 一塊鐵 一個中等木頭 一模一樣 狂喜 喜悅 三個不同的會變這樣 剛好忘記了 哇 我們又合成一個垃圾了 這是什麼 啪啪熊阿 幫你放在這裡阿 幫你放在這裡阿 太讚了 你好爸爸 哇看起來很開心耶 我們多了一個喜悅 去工作吧 殺了喔 哇 是怎樣 哈哈哈哈 全部都在那邊死捏捏 這個就只好被禁言 這個我沒辦法了 被禁剛好而已阿 造成聊天室混亂 只好被ban了 抱歉 哈囉 把殺了喔 七等了喔 呃 呃 他不是 餵毒嗎 福士德驚奇迪發現 他的這個作品 具有 是什麼念 絕齒 氣齒 動物的特徵 是時候殺死他了 他對於其他的這個什麼 動物一樣 毒殺了他 挖了 哇 加好多喔 高級木材一個耶 讚喔 一個一個來齁 放火把他燒掉了 起初福士德認為 他沒能創造出一個合成人 令他驚訝的是 他後來發現這個洋娃娃在房子裡遊蕩 最後 他把他推入了壁 他的身體被火焰吞噬 捏 啊 練捏齒 OK 欸 高級鐵耶 獻祭 獻祭 哇 直接砍頭耶 這火死人一無四處 一心只想著吃肉 福士德覺得他需要 對這個合成人保持謹慎 因為害怕他會咬人 當他該獻祭的他的時候 他把他的腦袋砍下 噓 變成真安娜貝爾 欸 我們的這個加好多喔 欸 真的加很多欸 我說真的 可是我們沒有恐懼 也沒有喜悅 無恐懼也無喜悅 重生吧 潛軌 我還你原型 兩黏土加水來不及了 下去了 下去了 這是什麼 奧利維亞 就叫你奧利維亞好了 我已經懶得取名字了 剛剛有人說 兩個黏土一個水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我們再造一點合成人 第一集黏土兩個 農夫 哇 蛤 殭屍 結果兩個黏土 跟一瓶水 變成一隻殭屍了 抱歉 這是屬於哪一種的 喜悅嗎 喜悅殭屍 你好啊 看起來好開心喔 行 我們又多了一隻了 呃 配兩塊鐵 水配兩塊鐵 會變什麼 唉唷 蒸氣 蒸氣娃娃 佳麟 佳麟的味道 可以 好 我們現在四個了 咱們工作去 只有這個比較有點問題 會跑掉 呃 點他就叫我滾出去 搞什麼 死胎之血 我根本沒有那種東西 阿那個可能要去跟商人買 阿那個可能要去跟商人買 我覺得那可能要去跟商人買阿 沒關係啦 我們等一下就做一個總結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全部做一個總結 不會成功就算了 別走喔 別走喔 我說了別走 唉 回家的路是漫長的 服飾的倍感疲倦 他想起以前的生活 每次回家時 妻子都會面帶微笑的迎接他 他記得妻子特意為他準備晚餐 然後他們的女兒一起享用 那個想打錯啦 哈哈哈哈 他記得自己試著用勺子餵女兒 但這記憶突然轉變 他正在用勺子餵女兒 他看上去很虛弱 病人不清 正當服飾的感到困惑的時候 那本書突然發光了 又再發光了 打工都在發光 那發光就罷阿 我的妻子這個月一直被某種未知的疾病折磨著 我的存款已經不足以負擔他的醫護需求 喔 天神 天神在上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我必須同時照顧我的可憐女兒 我的妻子和我的生意 我必須走上使用巫術和黑魔法的道路才拯救他們嗎 所以說他開始走路魔道了 會有紀錄打嗎?會阿 然後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 現在第四周了嗎 我們的合成人等級都不錯阿 好不好 是時候該砍一波了吧 那久等欸 抱歉了 不斷散發著氣泡和煙霧 由於他無法簡單的殺死 也不能隨意的拋屍 福士德魔殺了他 並把他屍體認進了河裡 哇 兩個高級鐵欸 這個滿了欸 悲傷滿出來了 你也是 還說謝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 他總是跳來跳去的 他的動作激怒了他 所以迫不及待的要殺死他 哇現在是時候了把他刺死了 終於不要再看他蹦跳了 甚是開心阿 加300的喜悅 什麼 我問你付出這麼多 結果你想殺我 哇100%的水 應該是高級的 他太冷了 不能去觸摸 但不能 但他不能在火旁生存 福士德把他帶到火爐邊 讓他融化 並繼續他的下一個實驗 去了 憤怒值 哇好高喔 兩瓶 兩瓶高級的水欸 下輩子再見老爸 被電死了 這是失敗瓶 嗯 嗯 這樣子 好像也不太行的感覺 阿不管阿 我就是要去的阿 好不好 嗯 注入了 嗯 感覺會失敗欸 我覺得這鐵地失敗,因爲我們少了一個恐懼 喔! 悲傷之女 女孩得了重度憂鬱症,她總是 均縮在一旁的角落,欸真的復活了欸 無謂的哭泣 只有當她的眼淚流乾時才會停止哭泣 伏斯德特大開心,但她不為所動 所以說 悲傷過度的也不能喔 這個悲傷的親和度也不能給她喔 最終她把自己鎖在房間裡 這樣就可以不受伏斯德的干擾,獨自悲傷 伏斯德最終無法忍受破門而入,這讓女孩哭得更兇 哎呀,這什麼情形 伏斯德認為這是失敗的實驗品 她從她自己萃取 幹 又是認為失敗又把她帶走了是吧 啊! 所以我失敗了 然後我又被重製了 幹 太棒啦 這遊戲 我又被重製了 好啦各位 這就是 如何製造自己的女兒 不滿意,退貨 重新開始 我們又重新開始了 oh yeah 有點累啦 原來這個遊戲是這樣玩的 各位有什麼感想 如果你們會買嗎 我忘記這多少錢了 好像兩百多塊的樣子吧 好像 感覺兩百多塊 這樣還不好算你們覺得 你覺得 也是啦,材料還在啊 最起碼材料還在啊 只是就 差不多是這樣子吧 就太早用了 對啊太早用了啊 因為怎麼講 因為我想要關台了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不想要繼續耗下去了 好不好 這個就是這樣子啦 你們要自己玩 你們就自己花一點時間 啊 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去慢慢的磨下去啊 老頭是稍微就是玩一下 想要知道這個遊戲 到底在玩什麼 啊 大致上 啊 可以捏出個毛皮啦 還是覺得是可行的 好不好 但是呢我覺得還蠻耗精神力的 因為到後面需要錢 一直派他們去打工 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前期感覺蠻新鮮的啦 到後期你會覺得很累 因為你要一直派他們去打工 一直 培養清和力 那個清和度 然後一直不斷的重複這些動作 其實後面的作業感 我覺得會很重 會有點疲態 啊 啊這就個人見 見人見知啦 啊我覺得 這就是 這就是 這遊戲結局還蠻多種的啦 啊 這個 就 看你們要不要 有沒有那個心啊 把它玩完啊 好不好 對啊 你看玩這個 不知不覺 兩個小時過了 然後我覺得很累了 我想要休息 好不好這遊戲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啊紀錄檔一樣會放上去 就看各位要不要去看了 好不好 那麼 很高興今天各位 來這邊聽我臉消耶 今天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好啦休息啦 感謝各位收看 好 我們有機會再玩別的遊戲吧 掰掰 好 好